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 甚至可借天上真魔的真魔器俯身 想来对付一个人是轻而易举之事了 行啊 既然和你们约定好了 本宗主自然会出手的 在下也很想见识一下天南第一魔修的神通如何 黑袍男子冷冷说道 眼中绿光一闪 人就黑气照体的徐徐升空 向对面飞去 姓重的儒生和姓碧的矮子 二话不说的 化为了一道银红和一团红光跟了上去 对面的智阳上人三人见词 同时化为惊鸿 向高空遁去 黑袍男子和木兰两位神师紧追而去 六个人眨眼间消失在了云雾之中 不见了踪迹 但是附近的天空没过多久 就开始变色 一会儿火红 一会儿乌黑 而炸雷般的爆裂声随之大起 并不时的有刺目的银红彩霞击闪而过 天上的六大修仙者交手 低空和地面上的修士法师大军 也同样的开始了打战 不过 这可不像单个和数个修仙者斗法 一上来就各自腾空飞起 接近对方用法宝攻击对方 而是隔着如此远的距离 在忽高忽低的咒语声中 修士和法师阵营同时发起了各种的防护禁制 一个巨大的光照 从双方的阵营中缓缓升起 将双方的主力都照在了里边 明显啊 这修士一方呢 先完成了防护 这倒不是说修士的五行盾术比法师的灵术施法绝快 只是天南修士部下的防护法阵 大部分呢都是用布阵器具组成的 如此一来呢 激发起了自然比对方的灵术快了三分 主持大战的龙寒剑刺 毫不犹豫的一声令下先一步展开了攻击 首先发动攻击的是十几种攻击距离较远的群攻一宝 其中包括了寒历先前见到的那面巨大的铜锣 此刻架着铜锣的架子不但早已来到了修士队伍的最前面 而且轻飘飘的升空而起 停留在了离地面数十丈的高空 其附近呢只有七八名黄山大汉铺在左右 原本一直盘坐在铜锣旁的巨汉 不知道什么时候站起了身 手持一柄杖许长的铁锤 默默地站在铜锣的一侧 稍远的地方 有两个人竖起一杆五六丈高的三角黑斑 上面是乌光闪闪 有一条黑色的蛟龙栩栩如生地秀在上面 九名红衣少女 各自手旁一个红色锦缎盒盖着的托盘 上面鼓鼓囊囊 不知道放着什么宝物 但这九名少女排成了一个古怪的阵势 轻飘飘地浮在了空中 三名锦衣老者 人人背着半人高的葫芦 半眯双目地同样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攻击的命令 刹那天就落到了这些负责第一波攻击的修饰而终 青铜驾成的大汉 马上是两眼圆睁 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攻击的命令 刹那天就落到了这些负责第一波攻击的修饰而终 青铜驾成的大汉 马上两眼圆睁 浑身冒出了持许长的黄光 双手一轮铁锤 对准铜锣中心处就是狠狠一击 一团刺目的金光爆发开来 但是诡异的是只见光芒闪动 但是却无声无息 而那团金光一出现的瞬间爆裂开来 化为了点点的金星向对面击射而去 但只飞出了十几丈远之后 呼呼的清响声传来 金星化为了一团团的金色的轻物 大汉手中铁锤不停的狂击 密密麻麻的金星也从铜锣中迸射而出 金雾如同波浪一般 向对面法师大军狂勇而去 三角黑帆在两名修饰狂摇之下 一只黑色蛟龙从翻面上若有若无的化形而出 此骄妖目一睁 一股股青黑色的妖风从蛟口中悠然喷出 风笑声大起啊 一股股飓化为黑茫茫的一片 瞬间飞沙走时让人无法失误 红衣少女玉璧同时托起手中的红盘 口中发出了悦耳的咒语声 红光一闪 九口红灿灿的丛片 突然从盘中飞出 往空中一聚 再滴溜溜的一转 一面数尺大的火红古镜出现在了那里 镜面上灵光闪烁 从镜中喷出了拳头大小的无数火鸟 每只火焰照体 口吐火苗 然后一阵清明声过后 箭矢般的直接投射飞出 三名锦衣老汉 这时候站成了三角形 同时记起了背后的巨大葫芦 冰寒刺骨的白色寒气 夹杂着无数的雪花冰雹 瞬间将身前的大便区域变成了冰雪天地 并以极快的速度向对面吹去 这些异宝的攻击击几乎同时发起 对面的法师才康康结成出自己的防护光照 顾不上反击 就在枯瘦老者的指挥之下 只能应接这一轮攻击了 顿时攻击刚一接触的瞬间 金雾黑风等东西同时在大军的光照上爆裂开来 一时间各色光芒闪动 法师大军的护照也微微的颤抖了一下 龙寒看到此幕 想都不想的又传出一道命令 接到命令的修士 未等第一轮的攻击结束 马上就展开了第二轮的攻击 这一次的攻击是各个宗门联手施展的大型攻击秘术 各色光柱滔天魔火 从修士阵营中接连祭出 和第一轮的一宝攻击瞬间连成了仪器 覆盖住了整个的法师阵营 法师的保护光照彻底处在了这些前仆后继的攻击之下 狐狩老者脸色这个时候有一些阴沉 他万万没有想到啊 只是激发灵术的动作比对方稍迟了一步 竟然就马上变成了挨打的局面 对方的攻势如此凶猛 他倒也一时无法抽取法师 立刻就能还击 在这种可怕的攻势之下 若没有法阵的禁制保护 就是原因其修士 也绝不敢应接这些攻击 陆夫人 看来要动用你们的巨兽了 否则无法占据先手啊 老者忽然对一旁的黑袍女子说道 呵呵呵 封主既然将那些祭兽借以道友 道友尽管用就是了 不必专门告诉妾身 黑袍女子黑黑一笑 不在意的说道 老者文言满意的点了点头 马上吩咐了下去 一阵惊天动地的寿吼声之后 十几个庞大的身影 硬生生的顶着各种攻击 从法师护照中冲了出来 正是那些浑身披甲的盲荒巨兽 这些巨兽一出来之后 马上向修士大营方向狂奔而去 这一下子修士方面的攻击 自然有一部分方向一改 瞄准了这些巨兽 攻击法师阵营的法术 不禁略微一缓 趁此机会 数十名高阶法士急忙飞顿而出 同时寄出了颜色各异的 数十颗蛋丸状的东西 口中念念有词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这个时候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这些蛋丸 有的直坠地面 没入不见 有的滴溜溜乱转之后 被青光包裹 还有的 直接凝结出一团清水 或自行的爆发出火光 被烈火包在其中 接着 从地面 从青光 从水火中 凭空化形出来的 形态不一的 一只只妖兽 有十余丈长的 黄色图马 有七八丈高的 巨大火狼 体型 若有若无的 青怪鸟 还有水雾罩体的 蓝色妖龟 这些妖兽 一线形出来 马上 跟着那些 蛮荒巨兽后面 同时扑向了 对面的修士大军 那些巨兽啊 因为本身 天赋 皮操肉厚 再加上 身披战甲 身上 还被施加了 各种防护的法术 因为 虽然被各种 法术攻击的怪吼不已 并转眼间 遍体鳞伤 但竟然奇迹般的 一只 没有倒下 等他后面的那些 画形怪兽 则不行了 虽然他们看起来同样的气势惊人 但一轮攻击过后 就大部分被打散了身体 化为点点灵光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 而那些弹丸 也就灵气大失的直接跌落尘埃 但那些高阶的法师 对此可是视若不见的 同时又一扬手 又一批弹丸被抛了出来 念动咒语之后 一只只怪兽再次生出 汗不被死的猛冲而上 这一下子 不少的修饰面色微变 对准这些怪兽的法术 不觉又增添了几分 而法式阵营方向 更是压力大减 见此情形 龙寒面色微沉之下 急忙想吩咐什么 但是却有些迟了 枯瘦老者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一声令下 早已抽出了小半法式变幻攻击型灵术 顿时各自灵光大起 在咒语声中 一颗颗直径仗许的巨大火球 一根根小树粗细的冰箱 开始在上空凝聚成形 灵术法阵 看到这一幕 龙寒自语一句 知道无法再压着对方打了 往嘴唇微动的传音了一句 顿时一宝停止了攻击 他们的主人呢 急忙带着宝物 向队列中退去 重新回到了 尽致的保护当中 与此同时呢 修士阵营中的上空 飞出了千余名 修为不低的修士 人人手持一杆数尺长的阵旗 迅速组成了一个气象万千 森严惊人的巨大火阵 然后人人将手中的阵旗 往空中一泡 大片五色光木浮现在 修士阵营上方 如同一面巨盾一般 给修士大军又多加了 一层的防护 这个时候 对面同时射出了数百余颗巨大的火球 随后千余根巨大的冰枪也击射而来 顿时火浪兵雾 照着了整个修士大军的上空 而那些巨兽和弹丸 化形出来的妖兽 也已过了一大半距离 再过几轮法术攻击之后 彻底冲到了修士一方的跟前了 十几头巨兽 只剩下最强大的七八头 二次化形出来的妖兽 也折损了一大半 不过 面对黑压压的修士大军 这些妖兽毫不畏死 仍然气势汹汹的横冲直撞过来 修士 凝结出的五色彩木 明显是一种专门克制灵术的进制 探似惊人的攻击过后 海木却纹丝不动 龙寒看到这里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这飞出来的鲜鱼修士 全都是九国盟九经训练的精锐弟子 这才能熟练的布置出此法阵 看过他的威力之后 魏无牙倒是没有夸大其言 枯瘦老者见几方攻击没有奏效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但是嘴里边却毫不犹豫地再次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在法师阵营的咒语声中 这一次凝聚出来的不再是简单的火球和冰枪 而是一只只火鸭和一只只晶莹的兵马 慢慢地开始在空中成形 当然了 比起这一第一轮的攻击 时间自然花费的要长一些 这个时候 对面修士阵营中一阵轻微的骚动 一对绿衫修士飞出了护照 他们同时将腰间的灵兽带摘下 往高空寄去 灵兽带袋口朝下 喷出了五颜六色的霞光 在霞光中飞出了几十只形态恶异的妖兽 为首的三只尤其不凡 一只头上龙脚 身披甲林 白光闪闪 是使少见的龙马兽 另一只口吐腥风 是一头一身绿毛的双头妖狮 那么最后一只呢 更可怕了 正是通体赤红 五六丈长的巨大毒蟹 背后的鞋钩乌黑发紫 让人看了不寒而栗 这些妖兽啊 正是磨到御灵宗精心 饲养的一批厉害的灵兽 一位放出来之后 马上在三只妖兽的带领之下 气势汹汹的 迎向了对面袭来的巨兽 和法式施法推出来的虚灵兽 一时之间 妖风阵阵 群妖站在了一起 虽然只有为首的三只灵兽 可以单打独斗 各缠住一只蛮荒巨兽 但是好在 其余灵兽众多 并久经训练 以轰而上 倒也挡下了巨兽的前进 甚至呢 还略占了上风 在妖兽飞出的同时 数千修士也躺空升起 分为了五队 直接向对面冲去 并在头中 系起了各自的法器 朝法式的阵营中 下雨翻的喷射攻击 当双方只剩百丈远的时候 甚至隐隐看清楚 对面敌人的面孔的时候 扑扑扑 急声清响率先 从修士的队列中传出 七道白玉符 被七名 鸾鸣宗老者 神色凝重的 记得出去 那玉符啊 刚一脱手 却化为了七道白红 飞射向法式大军上空 在数十丈的高空 一个盘旋 纷纷显出了原形 一缩一丈之间 惊天动地的霹雳之声 忽然从玉符中传出 接着七枚玉符 碎裂开来 七团 刺眼得目的白色电球 浮现出来 然后 急剧变大 转眼间就化为了 骄阳般的巨大存在 七轮直径 十余杖的白色骄阳 明晃晃的 飘浮在 修士大军的上空 这一幕啊 实在有些惊人 不少法式情不自禁地 抬头望去 脸线骇人之色 不好 是上古福 原来从容不迫的 枯瘦老者 一见此情形 大惊失色 但是 还没有等他 采取什么行动 七轮骄阳 是先后爆裂开来 花式上空 瞬间遍布全是 呲拉作响的 至白电弧 化为其将巨大的电网 向下照去 其他修士 似乎被提了醒 无数花花绿绿 闪着各色灵光的符 铺天盖地的 被扔了出来 而这个时候呢 轰隆隆的 闷雷声 在一片白光中 响了起来 看来 外面打得很热呢 韩利 自语了一句 这个时候的他 倒背双手 盯着面前的 血红臂照 脸上 看不出 被困厚的 惊慌之色 自从知道 法师原来打着 困住他们的 如意算盘之后 韩利心中的 那一丝担心 反而是 荡然无存 虽然 布莱人用出了 这个手段 肯定 是对着 护照 信心十足 但是 韩利 对破除 这个禁制 更有一些自信 不过 什么时候出去 以及采用 什么手段 破照 这倒是一件 仔细些的事情 现在 可不是 越早出去 就越好啊 虽然说呀 这韩利 愿意替 天南抗击 木兰人 出一份力 但同样 也不想 作为炮灰啊 在开始交锋中 就稀里糊涂的啊 死在了乱战之中 毕竟这不是单打独斗 光对付一个对手就行的事情 万一刚开始 同时被几名元英七修士盯上 或被数十上百法师同时攻击 即使他身怀雷顿术 还是危险至极的事情 只有避开了一开始的混乱 大部分高级修士和法师都交上手的时候 出去才稳妥一些啊 被围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降低不少 当然了 若不是有雪兆被困此事的出现 杭力也有其他办法可避开开始的交锋 但现在却更名正言顺的躲过了此战 最凶险的时候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462回 《还人修传》第1oute